6月2日,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应邀出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交流会并发表演讲。 使馆公使宋耀明及日本国贸促会长河野杨平、李市长丽景岳雄及60余名经济界人士参加。 吴江浩在演讲中表示,日本国贸促1954年创立之时,极致力恢复和促进中日贸易,推动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对方国家举办商品博览会,是战后中日重启贸易合作的破冰者和挖井人。 中日务实合作取得今天的飞跃发展,达到今天的广度深度,是两国一代代人辛勤创造的宝贵财富值得倍加珍惜。 吴江浩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形势严峻复杂,遇到不少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特别是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外部挑战。 中方始终主张双方要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真正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一段时间起来,释放公开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积极追随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这种消极倾向正在蔓延至经贸领域,侵蚀两国经济界合作信心。 为了维护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双方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紧替抵制去风险化,有些国家一方面声称不会同中国脱钩,另一方面炮制所谓去风险化的新说法,实质上就是要人为削弱割裂同中国的经济联系,还是在搞去中国化。 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人渲染形形色色的中国风险,从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网络风险,供应链风险,到借台海局势炒作战争风险,再到近来利用个别在华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被抓扣事件,煽动人身安全风险。 最终结论,无非就是鼓动撤离中国,中日经贸合作本质上相互依存,互利双赢,中方从来没有把日本当作风险,更不会鼓动企业撤离日本。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头脑是清醒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时日本对华贸易出现放缓势头,今年一季度日本对华贸易额下降11.5%,其中出口大幅下滑20%,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这一趋势应该扭转。 二是要维持开放的合作,中日经贸合作理应是公平开放全面平衡的合作,不应搞选择性合作单方面获利,更不能由别的国家来决定中日合作什么能搞什么不能搞。 我同日本经济界人士交流时,谈到节能环保、养老医疗等领域合作积极性很高,但谈到科技创新领域时,能感到日方在回避躲闪,这背后的原因我们都十分清楚。 近日,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出口管制作施,尽管声称不针对特定国家不采取一刀切做法,但只相信无疑十分明确,中方已表达强烈关切。 半导体是日本仅次于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商品,也是对华出口第一大商品,如果日方执意对中日半导体合作设限,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更是日本自身的商业信誉和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美国的目的是重新确立半导体霸权,如果按美国设计的套路走下去,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中日双输而美国独赢,希望日方看清形势,做出理性决策,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维护开放畅通的产攻链,维护两国民众的切身扶持。 三是要恢复和增强合作动能,随着当前两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积蓄已久的合作需求加快释放,我们期待两国经济界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恢复互访交流和各领域合作,深挖潜力,打造亮点,提升水平,持续拉紧中日共同利益纽带,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年初以来,中国多个地方代表接种仿制,洽谈对接经贸合作,日本很多企业和地方的知识市长也表达了访华意愿,期待两国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今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欢迎日本企业和经济界积极参与,在对华合作中取得更大成功。 演讲结束后,胡江浩就中日双烫合作,食品农产品贸易证券往来等日方关心的问题同与会证券交流。